第963集 每天早晨 刘易康府地前面 常有车数百辆 刘易康对来访客人亲自接待 从不懈怠 刘易康记忆力极强 一经耳闻目睹 终生不忘 他喜爱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 提起自己记忆中的事情 用来显示自己的聪明才干 许多有才能的士大夫 都被他为以重任 刘易康曾经对刘战说 王静宏王球这些人 有什么能力 坐享荣华富贵 真让人费解 然而 刘易康一向没有学问 不识大体 朝中有才干的士大夫 都被他研聘到府中来 府中没有才能的 或冒犯他的幕僚 都被贬视到朝廷机构任职 他自以为兄弟之间是至亲手足 因此他也不严格用君臣的礼节 约束自己的行为 常常任性行事 从不考虑他的行为 是不是会触犯禁忌 他在府中饲养同服六千多人 未曾上奏朝廷 各地进贡的物品 都把上品呈献给刘易康 而把次等的呈献文帝 有一年冬天文帝吃干 叹息干的外形和味道太差 刘易康说 今年的干也有好的 于是派人到府中去取 取来的比进贡文帝的 直径大三寸 领军将军刘战与蒲叶阴景人 结怨很深 刘战打算依靠刘易康的势力 排挤阴景人 当时刘易康的势力十分强盛 刘战更加推崇他的权势 是刘易康对文帝不能再保持成熟的理解 文帝的内心很不平静 刘战刚刚进朝廷做官的时候 文帝对他十分忧待 刘战特别擅长谈论 京邦治国的道理 熟悉前代的历史掌控 每每说起来 调分履息 世人忘记疲劳 每次进攻朝建 一到云龙门 车夫就解开车马 刘战的左右侍从 以及仪仗队伍 也都各自散去 不到傍晚不出来 都习以为常了 等到后来 刘战煽动和唆使刘易康 自意妄为 文帝对他心怀不满 但对待他的礼遇 却仍不改变 文帝曾对他的亲信说 当年刘战从西方回来 我与他谈话 常看时间早晚 唯恐他离去 最近他入宫 我也常看时间早晚 苦于他不快走 阴警人秘密报告文帝说 向王刘易康权势太重 并非国家久远的考虑 应该对他稍加一致 文帝心中暗暗同意 司徒佐长使刘斌 是刘战的同族 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吕 是王觅的孙子 他们和刘靖文 既久鲁军人孔印秀 都因为阴贤谄媚 排挤别人 而深得刘易康的宠信 他们看到文帝多病 都说 皇上一旦眼驾 应该拥护年长的人为君主 文帝一度病重 命刘易康起早脱姑诏书 刘易康回到府中 痛哭流涕地告诉刘战和阴警人 刘战说 治理国家不胜艰难 怎么是年幼君主 所能胜任的 刘易康阴警人都没有搭枪 而孔印秀等人 擅自前往上书一槽 索取当年晋成帝去世 改立他的弟弟晋康帝的旧档案 刘易康并不知道这件事 等到文帝遇后 略微听到这些情况 而刘兵等人却加紧行动 秘密策划 打算让刘易康最后登上帝位 于是他们结成死党 窥视朝廷和宫中的变化 凡事与自己不同心的 就千方百计的陷害他 同时他们又百般搜集阴警人的材料 或者捏造事实提供给刘战 从此以后 温帝宰相之间离心离德 刘易康打算任用刘斌为担养隐 说话中间向文帝报告 刘斌家境贫寒 还没有说完 温帝就说 可以让他去当吴俊太守 后来会计太守杨玄宝 请求调回京师 刘易康又打算让刘斌接替他 就上搜文帝说 杨玄宝请求调回 不知用谁去管会计的事 文帝当时还没有考虑妥当 仓促之间回答说 我已经任用了王洪 从去年秋天开始 文帝就不再临性刘易康的相府 五月初六 刘斋因母亲去世 按理质离职回家受丧 刘斋自知罪行已经暴露 已经没有保全生命的可能 便对亲近的人说 今年一定失败 过去只靠口舌为自己争辩 所以得以知无拖延而已 如今人情势力发展到了尽头 就要遭受荼毒 不再有什么希望了 祸患到来的时间不会太久了 十八日 前北梁州刺事拘取吾惠 再次包围张叶 不能攻克 于是撤退 固守林松 拓跋涛也不再举兵进攻 只是夏招命他投降归顺 六月二十一日 北魏国主拓跋涛的皇孙拓跋郡诞胜 下令大赦 改年号为太平真君 因道士叩千知的神书上有言 辅佐北方太平真君 所以采用这个年号 刘宋太子刘少前往京口 拜业精灵 司徒刘义康 精灵王刘弹等随同前往 南衍州刺事江夏王刘义公 从江都前来会合 秋季七月初三 北魏永昌王拓跋剑 在方河击败了突发宝州 突发宝州逃走 拓跋剑派安南将军墓眷追击 初十 北魏皇太后斗士去世 二十六日 刘宋皇后袁氏去世 二十七日 突发宝州走投无路 自杀 八月二十九日 拘取吾会派他的中尉两尾 前往北魏永昌王拓跋剑的营地 请求投降 归还九泉郡 释放被俘的北魏将领袁等人 拓跋涛命令魏眷留下 镇守梁州 二十七日 刘宋安葬袁皇后 刘宋文帝认为 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猜忌怨恨 已经明显势必酿成祸乱 冬季十月勿深 命令逮捕刘湛交付廷位 并且下诏公布刘湛的罪行 在狱中就地处死 同时斩杀了刘湛的儿子 刘暗 刘亮 刘衍 以及刘湛的党羽 刘斌 刘静文 孔印秀等八人 下令将尚书库布郎 何墨子等五人 流放到广州 因此下令大赦 这天 文帝命令刘义康进攻值班 随即把他软禁在中书省 晚上分别逮捕了刘湛等人 青州刺史杜济 捅兵在金鸾殿 防备意外情况发生 最后 文帝派人把刘湛等人的罪行 传达给刘义康 刘义康上书请求辞职 文帝下诏 命刘义康为江州刺史 仍然保留市中大将军职 出京镇守豫章 当年 殷井人卧病五年 虽然不与文帝相见 但是密信往来 每天有十几次 朝廷大事小事 文帝都征求他的意见 行踪十分隐秘 竟没有一个人 发现蛛丝马迹 逮捕刘湛那天 殷井人命令家人 打扫衣冠 左右家人都不明白 他的用意 那天夜里 文帝前往华林园 严贤堂 召见殷井人 殷井人仍然声称 患有脚病 用小椅子抬进宫就座 文帝把朱沙 讨伐刘湛党羽的 所有事情 全部委托殷井人处理